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速不足的一个情况导致他必须要紧急的迫降 但是飞官在当下因为他的下方都是民宅 所以他选择错失第一时间黄金的迫降时机 选择是把机身转了180度 硬撑着整个机身以及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回到了基地内 结果最后是导致重落地爆炸起火 那导致两名飞官是不幸的一个殉职 那么这群OH-58D其实它比起国内各型的一个战斗直升机来说 OH-58D它只有一个发动机 比起超减进蛇或者黑鹰 还有阿帕器直升机 它们是双发动机的一个情况下来说 OH-58D的单发动机要是失去了一些动力或状况的话 它的情况是比较危急也很难救的回来的 那OH-58D其实它来台湾的一个机灵呢 大概20多年左右 而先前呢也曾经发生过重落地的一个情况 但当时是可能因为操作或者在演训 在紧急事件的时候的一个处置上不足的一个情况下才发生的 那这一次呢 飞官在实施之前 他曾经说主旋翼的旋翼不足的一个情况下 很可能是机械的原因造成整起的意外 那么相关的一个意外的状况呢 其实检警还要再看一下整个黑盒子才会知道实际的一个失事原因 但是现在呢 其实军方是要忙着 要帮忙来处理后事的一个动作 还有抚恤的一个事宜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交换碰雷主播